有請我們的唐部部長來臨海上跟我們分享一下 每次活動的感想以及建議 歡迎部長 感想就是真的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確實就是DM池 黃蓮傑 然後高同團 我們剛剛看到在這樣子表演的場合裡面 其實這個都發揮到了淋漓盡致 我們知道五居他的一個特色就是 大家手上不管是幾千個 或者是一雙碗的這樣子的五居碗的裝置 他都可以保證說要在0.1秒之內 就是像他那個火把在我的面前 然後如果掐個0.2、0.3秒 他那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應用的一個場景 那我們知道 其實從去年8月 數位部就是Mensure of Visual Affairs 從立以來能健身莫感 那所以就是自詢 這是數位轉型的這個馬達 但是馬達是一個大東西 實際上就是要怎樣廣連結 讓我們數位的方法 能夠觸及到各種各業 觸及到所有人 那就是要靠文化的力量 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在五居中網上面 或者是自社會的轉譯的相關的技術 包含生成是AI 例如像說 就是各組原住民族的語言 就可以綜合起來變成新的語言 甚至還可以未來有自動翻譯等等 這個在以前感覺上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現在透過前進的數位技術都變得可以做到 那技術問題解決 藝術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看到 有各種各樣的藝術的表現 讓數位發展能夠拉近人員之間的距離 那因為五居專網從實驗性質 一路到達商轉 那待會兒這個數上 可能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接下來商用專品專網 我們接下來產業的數 要當作就是大家的這樣子手段窗口 我們更需要看到說 其實實際上面應用這些科技 是怎麼樣子對於我們的文化 不是說好像大家為了追求進步 然後只做單一的文化 單一的表現 而是真正促成我們這個島嶼上面 包含二十分多男語言 包含星舟雲等等 文化之間的交流 跟就是互相理解 那我覺得這個才真正是科技的價值 就是促進人員之間的互相理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謝謝唐鳳部長 謝謝我們唐鳳部長的分享 二人越來越期待 我們五月二十幾號 在國家韓評院CG院 我們島嶼所正式帶來的演出 謝謝唐鳳部長 好 我們就來邀請到的 我們數位部唐鳳部長 來我們放入象徵智慧的能量 請幫我們將您放在智慧的位置 掌聲鼓勵 數位部智慧技術部 是助攻文化產業發展未來內 由數位轉型強大的部份 緊接著我們要再有請到 呂振華書長 為我們放入象徵台灣科技不能 文化愛的能量 請幫我們放在愛的位置 謝謝華數位產業組 請聽產業需求兼容化 與整個塑造文化科技共融生態鏈 接著呢 我們就要有請劉樂群業術總監 為我們放入這次展演最大最重要的元素 也就是勇氣 請幫我們放在勇氣的位置 沒有武林巨場的勇氣創新 就沒有島嶼沉浸體驗版 展示可以兩者高通融體驗試成果 在這邊的掌聲